HELLO 大家好,我是Celia 今天會教大家一個我自己很喜歡的甜品 就是煙煙韌韌的台式鮮奶麻薯 它的做法非常簡單 而且最重要是因為沒有糯米粉 吃完之後就不會胃氣醬頂著頂著 而且學會之後還可以變化不同的口味 一起來看看如何做 我強力建議大家用一個易潔的鍋子去煮麻薯 因為如果用不鏽鋼或其他鐵鍋 就很容易煮焦底的 鮮奶麻薯的主要材料是鮮奶、木薯粉和糖 鮮奶主要是令麻薯更香和滑 如果喝不到鮮奶的朋友 就可以用豆漿、燕麥奶或其他杏仁奶代替都可以 先把材料倒進鍋裡 拌勻再開火 因為開火後才放 有機會把材料混合在一起 我們全程都是用中小火去煮 因為如果你太大火 它就會水分蒸發得很快 而且你混得不夠快 就很容易會黏底 在到中途就用一個平的膠掛 就會好一點 因為你就可以容易剪掉底 你看到底已經開始有點凝固了 要保持不斷拌勻 不可以直接煮 煮的時間 其實很視乎煮的份量 我今天這個份量大概是兩個人 而且你看到我用一個比較闊口的鍋去煮 粉漿會受熱比較平均 亦會快一點煮成麻薯的糰 你看到開始很凝固之後 火就再調小一點 因為怕你待會拌不夠快 很快就會刺底 你看到其實質感大概這樣就可以了 你看到它好像瀑布一樣 可以搬凝固狀態 流出來這樣其實已經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放進隙間裡 我建議用鐵或金屬就會好一點 因為待會我們攤凍之後 就會放進雪櫃裡 如果金屬的容器就會快一點 可以冷凍這個麻薯 玻璃的時間會需要久一點 好吃嗎? 其實現在就這樣吃也很好吃 我們就做一些花生碎 放進密實袋裡 我們就可以用麵粉棍壓水 或者你有攪拌機可以打碎花生 就算你沒有麵粉棍 用酒也可以滾到 但是你記得是這樣滾 不是整支酒這樣放進桌子裡 如果不然整支酒放進桌子裡 就會整個廚房都有紅酒 那花生我們就買已經烘香了 烘香的花生 或者可以用其他的麵粉 例如杏仁、椒果 或者開心果也可以 那花生粉的大小就視乎你想要的口感 那如果你想要有一點點口感 就放粗粒也可以 那我們放一湯匙糖 其實就這樣 花生紅糖也可以 不過因為我很想吃糖不勒 所以就加少許椰絲 就有這個糖不勒的感覺 那如果你有芝麻 就可以烘香少許白芝麻 加起來就可以 哇 好滑滑滑 那因為綠茶粉 你會看到它有時候會有一粒一粒 所以就篩一篩它就會比較好 那我因為想這一碟是一半綠茶一半黑芝麻 然後我中間就拿一張櫥子隔著去 那我這個篩的粉就會越過界了 那我因為我芝麻粉本身是無糖的芝麻粉 所以我加少許糖 加少許糖 加少許糖 這個已經是奶絲的感覺 好燉啊 好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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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真的很好吃 雪凍完之後 吃下去有冰冷的感覺 再加少許花生碎和椰絲 其實吃下去真的好像有糖不勒的感覺 不過沒有糖不一會吃起來很硬 我覺得這個軟滑很多 有種入口即溶的感覺 另外我覺得黑芝麻粉也是推介的 綠茶粉的問題 吃起來比較偏苦 如果下次再做綠茶粉 就在綠茶粉裏面加一點Icing Sugar 中和綠茶的苦味就會更好吃 除了沙種味道之外 可以再用朱古力粉或可可粉 如果有紫薯粉可以加紫薯粉 黃豆粉都應該會很好吃 而且我覺得鮮奶麻薯最好吃 真的很容易製作 真的把材料混在一起煮 不過不失敗的要決 一定要用一個易潔的鍋 小火去煮 記住這兩樣東西 煮出來的麻薯 應該會非常好吃 而且這個最重要是沒有用糯米粉製作 不怕食製 但也沒有吃太多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個鮮奶麻薯 然後做 做完之後記得告訴我 還有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記得Like和Share給你身邊的朋友 下次再見 拜拜 你看看 三百字 是 好 這條片 是 是 原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